北京环球度假区国庆假期有多火 巡逻民警日行三万步 维护现场秩序 即使游客注意安全防范 为遇到困难的游客提供服务 10月1日、2日 北京青联报记者随北京警方走访了巴达岭长城 颐和园、天安门广场和北京野生动物园 在警方的保驾护航中 游客游玩安全永续 按照以往经验 10月2日、3日、4日、5日 客流量将达到峰值 为此 北京市公安局严禁分局 巴达岭派出所民警每日七点到港 下勤时间则根据客流情况随机调整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 旅法派出所赴所长安超 告诉北京报记者 一事物品、孩子走失 是园区经常遇到的情况 对此 我们在节假日期间 除了加派巡逻警例外 还提前对园区员工进行培训 提高他们发现问题的能力 处置问题的方式方法 以及如何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